乌克兰战争打了快一年了 眼下 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正在巴赫木特展开激战 这一次战役可以说是继马里乌波尔战役之后 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 其战争规模却是马里乌波尔战役的十倍 目前已经造成了两军十几万的死伤 看价是 俄罗斯是准备在巴赫木特地区 全歼乌克兰东部武装集团了 乌克兰战争刚开打的时候 媒体报道还挺多的 大家都爱看热闹 但是现在巴赫木特打得这么大 关注热度明显比不上马里乌波尔战役了 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朝鲜只不过象征性地派出500志愿军 奔赴顿巴斯 从来军事工程等后勤工作 而日本却偷偷摸摸 派了3000多雇佣兵杀向乌克兰 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的最新消息 大约3000名日本雇佣兵已经杀进了乌克兰 并将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 这个速度比朝鲜军队还要快 上次金家公主说的朝鲜军队将在2月中旬抵达 没说具体日期 但是我们近期没有看到朝鲜军队进入乌克兰的报道 应该就是还在路上又让小日本抢先了 根据每日邮报透露的消息 这3000名雇佣兵全是日本退伍军人 还有的是刚刚退伍的日本自卫队官兵 而乌克兰媒体真理报就写得更露骨了 他们披露目前日本雇佣兵已经出现在了乌克兰前线巴赫木特 正准备与乌克兰军队一起实施春季大反攻 同时真理报的报道中还晒出了大量的日本雇佣军 在巴赫木特前线的视频和照片 我们从这些照片和视频中甚至还可以清楚的看到 日本雇佣兵在巴赫木特前线展示了象征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的旭日期 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仿佛是新时代的日本皇军 这与乌克兰军队中的各种纳粹旗帜交相会应 都是对战后秩序和人类文明的极端挑衅 当然西方国家派到乌克兰的 也不止日本的3000雇佣兵 据卢甘斯克中校马罗科奇透露 就在近期乌克兰有大量外国雇佣兵抵达哈尔科夫 有美国的 英国的 法国的 波兰的 日本的 这些外国雇佣兵都统一穿着本国标志的军装 统一装备美式武器 目标就是准备对俄罗斯展开春季攻势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 176名日本雇佣兵被俄罗斯误诈身亡 我们中国人都还不知道 原来 小日本 居然派了3000人的精锐部队 到了乌克兰 巴赫穆特的战役空前惨烈 乌克兰军队已经死伤了十几万 实在顶不住了 抓壮钉都不好使了 只好请西方各国的雇佣兵来填坑了 目前在乌克兰的外国雇佣兵 以波兰人最多 死伤也最惨烈 波兰政府直接抽掉了好几个现役的机械化团 换上乌克兰军装 参加了巴赫穆特战役 不过现在乌克兰军队在巴赫穆特兵败如山倒 各国雇佣兵全部都急着逃命 毕竟雇佣兵都是奔着赚钱来的 而不是送命来的 波兰这个国家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在近代史上 波兰曾经两次被灭国 最近的一次是被纳粹灭国 死亡人口近千万 那叫一个惨烈 但是 波兰现在恰好是在乌克兰战争中跳得最高的 不断挑衅俄罗斯 前不久 还受到德国向乌克兰运送鲍尔坦克的鼓舞 居然胆大包天 第一个跳出来声称 要向乌克兰支援先进战斗机 结果俄罗斯直接出台了和打击清单 将波兰排在了第二位 右下的波兰赶紧宣布 取消对乌克兰的战斗机支援 重点来了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死了十几万 我一点也不关注 最多略表同情可怜的乌克兰炮灰 但是这一次日本雇佣兵 被俄罗斯的温压弹送温暖 直接融化了176个 那我是真的很关心 也很开心 就想说一句 干得漂亮 日本雇佣兵在乌克兰前线 要比其他国家的雇佣兵高调得多 其他国家的许多雇佣兵 都是小心翼翼的隐藏身份 比如德国的特种兵就非常小心 全都穿着乌克兰军队的服装 没有任何德国的标志 最后俄罗斯人咋发现的呢 因为他们在一名被打死的德国特种兵身上 发现了一个手机 手机里有拍摄好的德国特种兵 训练乌军的视频 根据视频发现上面的德国教官 就是被打死的穿着乌克兰军装的德国特种兵 日本雇佣兵就嚣张多了 他们直接穿着有日军标志的军装 还拉起了旭日旗 公开挑衅俄罗斯 我们要知道 对旭日旗最痛恨的 除了中国 泰国 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外 就是俄罗斯了 二战中两国可是没少打仗的 俄罗斯情报部门也早就盯上了日本雇佣兵 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但是日本雇佣兵非常狡猾 他们虽然高调刷存在感 但都是在安全地区 到了前线 一个个的都怕死得很 基本上 都是躲在乌军 或其他外国雇佣兵的背后 离一线战场比较远 所以 俄罗斯军队也一直没逮着好机会修理他们 但是俗话说得好 有心插画画不开 无心插流流成音 近期俄罗斯军队彻底攻占了 巴赫木特周围的所有制高点和据点 将巴赫木特合围了起来 这下 就让归缩在地堡里面的日本雇佣兵慌了神 他们非常害怕被俄罗斯军队给一下子包了饺子 落得跟乌克兰军队一样的下场 于是 他们悄悄地在半夜集结到了一个小树林里面 准备趁着俄军的包围圈还没有彻底合上 赶紧冲出包围圈逃命去 结果很不幸 他们在夜间的行动 惊动了俄罗斯的哨兵 俄军派出了无人侦察机进行了侦察 俄罗斯指挥官看了监控 因为是夜间也看不太清楚 还以为是乌克兰军队要逃跑 毫不犹豫地温压旦伺候 直接把他们给融化了 当然因为是晚上 而且人还挺多的 有176个 也不是所有的日本雇佣兵都被烧融了 俄罗斯军队清理战场的时候 才从他们的服装等其他标志上判断出来 他们是日本雇佣兵 我们从俄罗斯媒体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 当时的战场还有着厚厚的积雪 日本军队176人在树林里集结 俄罗斯要是派步兵前去进攻的话 肯定要伤亡惨重 所以用大范围杀伤的温压弹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了 只不过俄罗斯军队这送温暖送的有点过火了 温压弹的高温可以达到2500度 即使距离远点也能让高温气浪给窒息而死了 要是俄罗斯军队知道是小日本的雇佣兵 可能还不会下如此狠手 因为如果活捉的话 肯定是可以向日本政府勒索一大笔好处的 上一次俄罗斯人消灭日本军队 还是在1945年了 78年谈一挥间 这78年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代 给我们这一代给赶上了 从这个大历史来看 不管我们这一代吃了多少苦 造了多少罪 跟和平比起来都不算啥了 从朝鲜出兵乌克兰 到日本雇佣军在乌克兰被温压弹团灭 世界大战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可是国内的一帮公之美粉还在那里喂虎为娼 宣扬什么学习就是为了钱 钱就是一切 学习好就好挑选男人或女人 就能与外国人杂交 配备优良基因等等荒唐观点 祸害我们的青少年 这些崇洋媚外的人渣不清理掉 万一战争来临 他们绝对就是内奸 必然会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构成巨大的伤害 我们务必要以此为契机 清理各行各业的第五纵队和内奸 面对群狼环伺的外部环境 我们需要以此全民总动员